今年8月份向阳及嘉明湖两座山屋接连发生了四起黑熊进入山屋情形 而且他们完全不害怕人类 因此紧急封闭了这两座山屋 经过两个礼拜的封山之后呢 9月6号重新开放了 台东领馆处特别呼吁山友 住住山屋的时候要了解相关的防熊教育 并且遵照指示妥善保管食物 避免人熊冲突 今年黑熊出目平凡 在8月时就有好几起民众目击黑熊的案例 更有黑熊完全不怕生地爬进山屋厨房觅食 为了防放人熊冲突 领馆处紧急封三两周 进行相关的设施补强及人员的训练 希望能够达到与熊和平共存的目标 我们封闭了嘉明湖步道和山屋两个礼拜之后 在今天9月6号 我们正式又在开始重新开放 我们在这15天内我们做了一些管理的动作 包括山屋熊经常会出没的那个通道 我们做了一个加固 那把那封起来了 我们当然第一个要从这个厨余跟食物的管理上面 要严格来做控管 绝对禁止把厨余丢在外面来吸引熊 也禁止一些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一些有味道的食物放在熊可以到达 可以取得的地方 那我们会准备了很多的防熊桶 防熊柜 那这些都是用来做触存密封式的 储存食物的 我们希望在住在开放之后 游客登山客能够真的配合我们山屋管理人员 还有我们一些协作的一个指挥能够配合来做 针对已经依赖食物的这些熊 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强制驱离的方式来处理了 所以这强制驱赶的这种动作 这个工作是我们9月6号 今天开始要在山屋座进行 那这种驱赶可以用透过声音的一个威吓 然后让他们吓得跑掉 在经过一连串的训练及环境补强后 希望未来登山的山友们 可以听从相关人员的指示 遵守规定 避免干扰黑熊的自然习性 以及造成不必要的冲突 建立人熊共处的生态环境 记者陈继玲台东市报导